剛剛的我們這個做出來 那2的話我看 你乾脆就先把那個 設定格式化 如果你要做 剛剛的那個動作 先把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規則乾脆全部清空 重新來 所以先不要 反正這個後面再來做 然後呢我們 就是讓他做排序 所以我在這邊 M欄做一個什麼 Lumber的一個欄 這一欄主要是 讓我做排序用的 那排序的話呢我們就是 用1到 1到31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向下填滿 Ctrl鍵按住 Ctrl鍵按住就是增加編號應該會吧 Ctrl鍵有按跟沒按差很多 沒有按是全部都1 按的就是1到31 Ctrl鍵是要累加不累加 所以Ctrl鍵向下 然後底下這幾列 這些資料有沒有 這個是說明的部分不需要所以把它刪掉 如果你沒有刪到說他會多 他 幫你排序 然後1到31呢再複製一次 所以這個再複製一次 那主要他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將來排序的時候 1會跟1排在一起 所以1跟1排在一起就多一個空白列 然後剛好就放在什麼 1的下面 OK大概邏輯就是這樣子 主要關鍵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做 不過記得就是說呢 在你排序之前先確認 你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用 複製 先把它按右鍵複製之後 再選擇性貼上 記得把它貼上值 如果沒有貼上值 他將來的資料也會亂掉 然後再利用 資料裡面的 排序 這個排序應該用過啦 OK 排序 哪一列 根據哪一欄呢 根據那個LUMBER 最後這一欄 我用他去 幫我排序 然後呢 由小到大 所以 1跟1排在一起 2跟2排在一起 所以 上面是日期 下面剛好就是一個空白 有沒有 這樣的邏輯應該 可以理解啦 那這個方法是 以往大部分都要寫一點程式來做 可是 我想過這個方法就完全不用寫程式 也可以達到我們要預期的效果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空白的部分就出來了 有沒有 而且日期也是 保持原來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LUMBER給刪掉 然後再來做什麼 做設定格式化條件 也是剛剛做的 禮拜六禮拜天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 OK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 細節部分 因為我前面一直強調 這個課可能好幾週啦 可能10週以上 也許這個可能 上到5週第6週 才會上到這邊 但是今天 一天就要把他全部 上完 所以有些同學 如果沒有基礎的話 基礎 或者是基礎比較 稍微比較薄弱的同學 沒關係 反正 知道了 回去 再花點時間 再學一下 我想應該慢慢的話 你比較知道 主要的目的當然是希望 你能夠在工作上提高工作效率 因為你知道跟不知道 真的差的還蠻遠的 像剛剛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 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如果 沒有其他方法 就只有 突發電鋼 突發電鋼很花時間 OK 好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 我們做完這一集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繼續來看一下那個 數學函數部分 再來數學函數裡面呢 常用的像有哪一些呢 像是 這邊的話 請各位開啟SUM 不過SUM大家都會啦 所以我們延伸SUM相關的 像這邊如果我今天 加一個比重好了 30% 假設第1次月考是30 第2次月考也是30 只有最後一次是40好了 我現在要填滿 然後改第3次 那總成績的話呢 如果以 之前做的做法是 他的比重 乘上什麼呢 乘上他的那個 就是 成績 再加上有沒有 如果用公司來做的話 他的比重 乘上 他的成績 再加上 他的 比重 乘上 他的成績 如果你很多個的話 你要一直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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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然後向下填滿呢 比重不能改 其他的位置可以改 所以請你在 11的前面加錢的符號 我剛剛一直強調 這個只是說你向下填滿 位置不能變動的 那個列 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那13不能鎖 因為你一鎖的話 一直都是同一個人的成績 那就不對了 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 點兩下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 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平常用的 串接公式 一個一個一個 可是這樣的方式不OK啦 為什麼 因為很花時間 有沒有什麼快點方式 可以選 一選 選兩次 結果就做出來 當然有啦 這地方請你用另外的函數 叫三波檔 Sum裡面有個叫Sum 所以在 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的Sum 開頭的有個叫SumPoder 往下 Sum下面有個叫SumPoder 按確定 其實按確定之前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函數的名稱 底下有說明 傳回多個正列或範圍中 相對應什麼什麼 成績之種 就是說 一個範圍跟另外一個範圍 相成之後 的轉合 它幫你返還回來 所以其實意思就跟剛剛那個公式一樣的 按確定 第一個 Array是指的是我的比重範圍 第二個Array呢 是你的成績 就是 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兩個 它會相成之後 相加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之前 記得 把第11列給鎖起來 所以在第11列前面 記得加一個前的符號 加一個前的符號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說你要一次選一個範圍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選舉這個範圍 按F4 F4的話 其實只要 鎖住列就可以 按下第一次 它會藍列都鎖 第一次按藍列 前面都幫你鎖 按第二次呢 只會鎖列 那我們其實只要鎖列 所以 按F4兩下 那記得範圍要整個選舉 它會自動幫你 用F4的話 自動幫你加前的符號 這個會 也是稍微快一點點 按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 好 那最後呢 乾脆取整數算了 常用裡面呢 把小數點隱藏起來 把它改成 我們的整數位 OK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跟剛剛的結果會是一模一樣 結果啦 可是過程呢 我覺得 Sumploda會比剛剛公式簡單多 尤其 是你的範圍越大的話 不然的話 第一次第2次第3次 可能10次月考 那你不就一直 啊 這要可能要打一串 那如果用Sumploda就選一下 選第1個 選第2個 甚至如果大家有第3個範圍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 都乘在一起 它總共最多可以把 它這邊只有兩個範圍 它最多可以 互相乘 的總合 最多255個範圍 都可以幫你把它乘在一起 所以Sumploda這個函數還蠻重要的 所以第1個 有關Sumploda函數 第2個的話呢 請各位切到Sumif 這個Sumif是做什麼呢 就是 顧名思義嘛 Sum是加總 1F是條件 就是有條件的加總的意思 有條件加總 那什麼條件呢 比如說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切到Sumploda 這個獎金以往是全部加在 可是 全部加 但是我不是要全部加 我要加的是 根據前面的部門 如果部門裡面是銷售部的幫我加強 如果是開發部的幫我加強 這個叫Sumif 這個要有條件的加總 那我們要怎麼樣有條件 這個銷售部的部分的話 插入函數 一樣找到數學與三角 往下拉到 上開頭的Sumif Sumif 那 其實Sumif下面還有Sumif S S指的是多條件 像我們現在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不滿 那我就可以什麼 Sumif按確定 Range 指的就是說 你要判斷 條件的範圍 就是部門 條件是什麼呢 就輸入什麼 銷售部 或者你直接 指向那個B3 也可以啦 我這邊乾脆打上那個 銷售 銷售部三個字 我要找什麼 找銷售部 幫我找一下 銷售部裡面的話 有沒有那個 銷售部找到之後才加總 那第3個Sumif 指的是要加總的 獎金範圍 所以第1個是指的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 要判斷條件範圍 是這個範圍 所以把這個範圍 轉到這邊 幫我找找看 在這個裡面呢 有沒有銷售部 有的話呢 幫我把它 對應的 這個範圍呢 再幫我加總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Range跟Sumrange 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Range指的是要判斷 條件的那個範圍 Sumrange是要加總的範圍 OK 那未來可能會遇到說 如果兩個都一樣的話 那其實 第3個 就Sumrange可以空下來 沒關係 所以第3 如果假如 你要判斷的跟你要加總的 是同一個範圍 那第3個條件 Sumrange可以空下來 好那我做完之後的話 按個確定 4500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要判斷的是開發部的話 其實 只要把這個公司 把它複製好了 C取消 就是把它複製起來 貼到下面 把銷售部 改成開發部就可以了 其實其他都一樣嘛 所以 貼上公司來改 有時候反而 比較快一點點 打勾 2500 所以它實際上 是幫我把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的 開發部 開發部 加後面的資料 所以它會一個一個去檢查 如果 是開發部 就把後面的東西 幫你加總 到哪裡 到後面來 OK 大概邏輯是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 有條件的加總 然後Sumrange底下還有一個 練習是 底下的銷售量 銷售額 銷售額 如果大於5萬的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是三個 所以把後面加起來 總共26 當然這裡我們不是要用那個 人工的方式 而是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Sumriff 如果呢 Range指的是要判斷的範圍 判斷銷售額 判斷的條件是 大於 5萬 那把什麼範圍加起來 把銷售人員加起來 這時候都按確定 你會發現26個 剛剛 有沒有 那這個 這個公式 記得 也一樣可以 加一個什麼 剛剛是加某個部門 那除了用部門之外 也可以去 用那個什麼 大於 小於 等於用數字去做判斷 所以Sumriff 有至少兩種以上 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是Sumriff的應用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在額外開啟另外一個練習檔 另外練習檔是 一樣第四 裡面的那個第一個檔案 就是數學函數裡面有個什麼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 那這個研習時數統計表 裡面呢 去的1是總表 指的就是說 這個學校裡面假設有20個老師 那 他們到底有沒有參加 後面的研習 我想要知道說有哪一些老師有參加 參加的時數是幾個小時 請你幫我加在前面 那這邊有20個老師 我不確定哪個老師有參加 就兩個範圍 兩個範圍 比對之後的結果 幫我加總起來 王庆路有沒有 那以前的做法是 找到王庆路 切到序則後裡面有沒有王庆路 沒有 沒有之後怎麼樣 那就是零 對不對 那如果 李世遠 那你找李世遠 李世遠有沒有 有 1.5個小時 所以你這邊 1.5個小時 那不對啊 那如果你每個每個都要一直看 一直這樣 兩個範圍的比對 如果條件出現的話 幫我把後面的數字加回來 有沒有跨一點的話 當然有啊 就是利用三米符 OK 而且是跨工作表 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三米符這一題 就是 綜合練習題裡面的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 謝謝